去學Joanna 那當然因為那種天生的嗓音 你要去學喔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她剛唱 I Always Love You 其實那個是對的 她的夠迷你 她的發聲 其實她是一個很有聲音的人 其實有點像彭家蕙的味道 對 你說那首歌嗎 不是 詩小琪的吧 對 但是我覺得 剛才是欣為人在吵架嗎 沒有 我們不能內討對人家看到 沒有 我只是講出來以後 發覺說有一點怪怪的 對啊 想被我們惹禍 我沒有聊寇乃馨啊 你在那邊忙 你可以 你要不要提一下黃妞嬌 有需要搞成這樣 你們這是哪弧是太奇哪弧啊 不過OK的啦 你唱那個 剛剛那個方法就對了 我覺得不要去抹滅掉 你自己原來的聲音 很可惜的 對啊 謝謝老師 因為我在清光的時候 就是走這個風格 然後想要找出更多的知己 沒有錯 因為他們在星光大道 一直被平常老師要求 每個禮拜最好都端出新的菜色來 當然 因為如果他們一直發揮自己原來的特色 老實就會怪他 說你怎麼都不求情求辯 嗯 知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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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頭 心製作淚凍 太陽擦身 又太陽摔著 壞滅這一刻 真實都 踏不過 從殘忍飛沢 到你一直沈默 愛情 這首歌 你和我 依不得 Let it go 別再疏 Let it go 別挽留 謝謝 你有看到陳國華聽歌的那個樣子嗎 就剛開始飆高音的時候 他有開電謀 然後後來到後面就這樣子 其實他有跟著那個歌在走是不是 他好像覺得他唱完開始的高音之後就 沒了 就走掉了 其實我剛剛聽到他開口第一句 我真的 哇賽 這個淘汰的都這麼厲害 不容易 但是 涵雅有一個天生的好嗓音 他的共鳴點你是跟別人不一樣 你是渾然天成的 對 那一針他就要去修他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唱歌非常衝很出來 可是你的穩定度 就是就是你可能很大的致命傷 你的pitch 你就越唱越差 甚至都有一段是幾乎都在下面 沒有上去的 那跟有時候 比如說我一個音兩個音走音 那是難免 但是這個就是你可能要去修 調整一下你的原來的發聲的部分 對啊 這是基礎的部分 不然你很可惜 你的聲音非常有power 非常有亮點 謝謝 謝謝 那王志平如果以製作人的身份 現在有梁英禎跟張涵雅兩個人讓你選 你會先幫誰出片 這兩個一定要選一個嗎 就是說 還有順必哪三個人 我覺得應該是涵雅 原因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對不起 我可能如果再給我三秒鐘 我會收回我剛剛的答案 好 那你再講一次吧 你會選誰 可能是順必哪 OK 因為順必哪的聲音 比較有辨識度 如果以聲音來講的話 我覺得韓雅 我覺得很可惜 她聲音嘹亮 可是我覺得她的辨識度 比較不是這麼清楚 然後她的穩定度也不是這麼好 她的音質 因為我覺得像 特別是像她這種歌手 我覺得特別會可惜的地方就是這樣 其實一出來還蠻嚇人的 等到聽到後來就發現 哇 她還是有這麼多的缺點 所以就唱完三句之後 就應該有人畫圈圈 然後她就收掉 該被畫圈圈的人可能不是我 韓雅 有一些家長因為你參賽期間 常常請假有意見 對啊 真的 不可以穿這種網襪吧 還好 我還是穿去 真的嗎 對 小學老師可以穿這個網襪喔 我們學校辣老師很多耶 康永 你落伍了 學校老師可以穿網襪嗎 學校老師為什麼不能穿網襪呢 我好奇耶 因為我很久沒有念小學了 我不知道 我不可能更久 但是我... 不過我... 報告上不是常寫 有什麼辣妹老師什麼的 對 因為我送我女兒 去參加一個那個什麼 譬如說講故事的那個學校 然後裡面每一個老師都穿那種 有點童話故事裡面的公主裝 然後他們就說小朋友 然後全部是大爆乳 兩個乳房要彈出來說 小朋友 你們喜不喜歡粉紅色喔 然後那一夜快寶就這樣 好可怕喔